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K准备开始出售面具了 具体样子就是像这个样子 瞎尿流流 另一方面 The Session Plus 11月美服会员会送送给大家的呢 以撒的受服重生这款游戏呢 是非常的好玩 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下载下来尝试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各位 才怪 赶紧来看一下今天我的怒火又撒上了哪个新闻子 每年一做的使命方法 相信大家对它的感情有多么纠结 大体是分以下几种情况的 第一 每年都是换荡不换药 各种爆炸 各种飞天蹲地下海 我们已经看见了不满 二 多人不就是一张地图六打六 打来打去 有些蹲坑流 都能都是核弹来了不满 三 网速太差 我打一缩子人没事 回头一枪我就挂了不满 然后当大家看到今天使命召唤 尖锋战争发出的每做一步的 真神宣章片的时候都跪下了 莫过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在如此可怕的剪金和各种特效的包装下 今次两位少年穿上了外谷装甲以后 战斗力一路飙上了几千万 从头到尾把游戏 成功战争关卡打了个遍 灵地的剪辑和特效 使得整个旋盛片的时髦 只有三层楼那么多 之前所有义正言辞 自语正义的伙伴们的少年们 闭上了大张的嘴巴 乖乖地预定了游戏 开始在床上辗转反色 难以入眠 就等游戏发售了 在昨天发生了超次元偷跑的刺客信料Unity 在今天放出了以时空异常为主题的宣传片 再次我实在忍不住要表演一下劳魔玉璃 平均两天一个宣传片的频率 和其他大厂的机构营销完全是反过来 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宣传片放出 比如刺客信条Unity平民的一天宣传片 信仰之约大吉锦宣传片 只要有信 十字都能拿来做宣传片 另一方面 此次放出的时空异常宣传片 将玩家带回了二战期间的得战法国 相信这个内容 应该是和游戏的裂缝模式是有关系的 不过这么一弄 裂缝模式还真是蛮厉害的 刺客信条时空之旅 值得可待啊 现如今多平台作品数量日益增加 平日优良的独占大作似乎愈发凤毛麟角了 那些曾经只属于主机的游戏系列 也被移植到了PC平台 尽管这也许只是多了一种选择 近日 世家宣布将曾经的PS3平台原创大作 《战场女武神》移植至PC平台 PC版将包括全部的四个DLC 以60帧1080T的规格高清流畅运行 现在Steam等网站已经开始预购 11月11号正式上架 无度有偶光荣脱裤膜 欧洲近日在官方推特上宣布 真三公无双漆帝国将分别于 2015年1月27号和30号 在北美和欧洲上市平台包含了PC PS4 Xbox平台 而PS4和Xbox One平台会发售实体别 这也是帝国首次登陆PC平台 光荣这次为了进一步的榨干 散武器的价值也是蛮拼的 当然同为开发架构相同 游戏在主机和PC平台的相互移植 也并不是难事 也是次世代游戏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家只要选择自己心仪的游戏 方便自己游玩的平台就好 专注炒饭三十年的有着卡比奇之声的卡普空宣布 生化危机将被高清重制移植到次世代平台时 大家是否有一种不出所料的感觉呢 生化危机HD Remastered日前公布了第二弹的宣传片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相较于隔夜饭打个蛋 就是蛋炒饭的简单粗暴 本作的高清重制还是挺有诚意的 共有四大革新之处 一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实时切换画面长宽比 想高清就高清 想怀旧就怀旧 随便你 二 追加新操作的方法 除了原有的方向参照跟随视角操作外 本作还追加了坦克式的操作 这样在不同的角度多镜头的撤出场景中操作 也就不容易出错了 也方便上手 并且操作也是能实时切换的 三 追加日语音鬼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毕竟英语配音更符合原作的设定 日语反而更像在看吹涕电影 当然众多知名声优轻力的出演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四 追加了威斯克的报告一一和二 一 为总是张15分钟以上 全部重新演绎的视频影像 追加日语配音 二 则是50页以上的文字阅读内容 除此之外 克里斯和JR还追加了PSAA服装 本作的收藏版还附带洋房的实体楼层平面图 以及艺术感十足的导游图 目前已经开放了预约 本次重置是否有诚意 大家已经心中有答案了吧 本作的PS3和Xbox 360版将率先于11月27日上市 PS4 Xbox One TC版则要等到来年了 具体时间还未定 我只想说 就老卡公开的这NGC水准的CG 次世代版本那还不错到明年啊 葱哥最近回来了 瘦了 憔悴了 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那就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尤其对于玩家而言 多活一年意味着可以多玩一座使命召唤 两座最终换养冷饭 四座刺客信条 还能看到来世才能玩到的超级玛利欧新座宣传片 因此曾经做过Love Hotel的任天堂 今次开始拓展了自己的业务了 今次老人将要推出的产品 为其一直宣传的改善生活品质的互动产品 根据报告 这款产品将会侦测睡眠者的睡眠质量和疲劳度 并且会提供更好更健康的睡眠解决方案 软件将通过云服务器进行控制 同时该服务将会和智能手机和特定的游戏设备进行协同工作 睡得好吃得香打游戏才有劲 所以很多玩家说这个设备是老任走歪的铁证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任天堂如此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毕竟毛主席说过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洛克人系列的灵魂续作 导传今儿的多平台新作Mighty No.9 游戏还未正式登场 第一弹DLC的消息倒是已经先跟进了 第一弹DLC会支架新角色的Ray 但Ray将会作为与主角back敌对的BOSS登场 而包括了Ray在内的整个DLC内容 开发起来所需要的制作费 总计最低也需要1900万美元 约合198000美元 如果一些顺利在金南之内 能够募集到这笔资金的话 整个DLC项目就能够在2015年初启动 2015年夏季就可以配信 看到这里实在是有些新城这个游戏 前前后后靠玩家募捐开发 好不容易有个DLC还得新一轮的募捐 顺便说一声 对于这个新BOSSRay 有人说像盖塔 有人说像洛克人ZERO 还有人说像盖塔加ZERO的结合体 无论如何 本作愈发地像披着原创作品外衣的洛克人续作了 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精选的游戏资讯 接下来又到了我和大家糊涂的世界 很久没有和各位小伙伴们聊天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朋友的回帖特别有意思呢 最后在今天跟我讲 昨天节目的回帖内容同样是欢乐多多 我看了一下果然是如此 首先是这个GAQ同学在三楼留言说 出售爆米花 挖紫 矿泉水 另外想看看一同学万圣节的办相 看来你很有经济头脑呢 在节目帖里面都做起小生意来了 不错不错 至于Yi同学的万圣节办相嘛 昨天他靠白雪公主吃毒苹果应该就是了吧 不过说不定他下次还会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服装上的惊喜呢 这位蒋星伯同学 你的名字好难念 14分钟的依依 身后的那位少年是不是在割大蒜 那位同学呢 他不是少年 他是个姑娘 割大蒜的动作呢 都被你发现了 你们观察的还是蛮仔细的 同样发现这个小细节的 还有这位Roy Master Tong同学 你的名字也超难念的 他说原来这个碗真的是用来装零食的呀 左下角的这位姑娘从头割到尾 那啥大蒜 还有福华同学也说 我一直盯着左下角那个姑娘看 怎么看都觉得是吃不停啊 吃不停 上班时间竟然坐在工位上吃大蒜 这画面太恐怖 我想都不敢想 其实他没有在吃 他只是在割而已 吃完了还怎么跟其他同学说话呀 我们节目的新朋友 这位名字稍微好念一点的 运奇同学说了 给我们回席就说 这个楼上都没有人提过 既然如此 那么我要说 一同学手上的苹果 我要了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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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一起对那个苹果产生兴趣的 还有这位 三尼尔同学 他留言说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怎么爱你的不嫌多 那么红的小苹果和一一 像一样诱人 如果两个都送出来 那我当然也是 怎么爱你们都不嫌多 哇 你这个不好念啊 前几天的节目出现了我的滑板鞋这首洗脑神曲 现在又是小苹果 各位小伙伴们 这是要把每一首神曲都要带到帖子里的节奏 我觉得光打字还是不够炫酷 要不然找个时间大家一起来录个音 发出来嗨一下什么的 也不错 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高小企业同学 好久不见啊 又看到你了 他说了 今年秋天 寻找中国最好的手机天魔高手 一位是学习东北二人传来自辽大的表演系 大三学生李淑敏 一位是来自中国著名TV game论坛 A9VG的游戏主持一将 两位女神级别的人物 在手机天魔领域会擦出 怎样的火花呢 请关注由烙饼领导者吃到饱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好魔神 然后他还放出了一张李淑敏和一将的照片 我只能说少年你不去当写手都屈才了 连烙饼领导者吃到饱你都能想出来 实在是佩服 一看完你的回复之后 笑了一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看来我们真的要把天魔事业发展起来 话说这究竟是谁起的头啊 是不是你呀最后代 好了留言就回复到这里了 没有静心的同学就继续回复我们分享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下次还会在节目里面聊个个 如果您想了解最新的游戏资讯的话 请关注A9VG论坛和新的微博 今天是周五又是观众节 这注定又是一个不愿意睡觉的夜晚了 那就让我们在游戏中度过吧 祝大家玩得开心 我们下周再见 呗 全人類はチャクラを兵器として使い続けた罰を受けるのだ 生きるっていうこと この世界は絶対に終わらせない 奇跡を生むのは俺たちの意思だ 行くぞ 覚えてるかあの時のこと 俺はお前に伝えなきゃなんねえことがある 待っててくれ 生きて帰れるか分からない 師匠の肩身は必ず守れ あいつがいないなら 俺が守るしかないだろ ずっと一人で生きてきた けど仲間がいて 守るべきものにやっと気づいた だから俺は何度でも ナルト ナルト ナルトくん ああ 誰も あの時の心配よ 何度も どうしても 俺が守るやすが